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帅了 来个滑鼠 我买的 我有点不敢面对这个现实 你们看看 这样看的时候 是不是有颜色了 你再看一看这后面 你再看看这后面 天哪 就是这边说好吗 先不要着急啊兄弟们 先不要着急扣问号啊 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然后让你们看看我身体的柔韧度 也不比他差 看他走路的姿势 像青钢影有没有 大家都说他开头这个动作就很难 我们来试一下 我去换件衣服吧 这个不太显眼 我去换件衣服 怎么样 怎么样啊 哦好像差的有点多 又好像还可以 你是不是要我转圈圈嘛 我给你转个芭蕾舞演员的圈圈 看好了啊 看好了 看好了啊 别眨眼啊 必须要看到我脚本来没有芭蕾的感觉 算了 算了 就这样吧 还在拿体重说事呢 昨天都把我搞生气了 我在B站刷了一个视频 标题叫做 王波罗离开摄像头后进南 我一看这个标题 就不知道里面的人 肯定要骂我肥 骂我网片 我想打开粉丝群 我说大伙一起安慰安慰我吧 结果我看了粉丝群里面 也在分享这个视频 看看微博私信吧 第一条微博私信就是坦克 我真的很坦克吗 我就是肚子肚子有点肉 可恶 真是太可恶了 我觉得那也是很青涩的回忆好吧 又不会化妆 不会打扮了 气死我了 整天就是专门搞这种 臭的东西来拨人眼球 我觉得这些色度 给他们 给我自己 我能不能这样弄看看 I never see you anymore Come on the door It's like you gone away We used to be best buddies 好多妈生气啊 好多妈生气啊 这个好肥啊 我不想看了 我看不下去了 别人唱歌的时候 你看就明显就比我的光好 就脸上至少有个正光 你知道吧 但我这里漆黑一片 我是你们暗夜精灵吗 我在暗夜里唱歌 我不用打光吗 我那个时候还有个自己的舞台梦 他们请我去唱歌 一毛钱没有 还特别高兴 批电批电 我都没有撒过谎 那些人为什么有点说话 我好生气 大家都没有撒谎 我生什么气 我 我觉得我生气难过 心态风是因为我知道他们 他妈说的是真的 孩子笑 孩子笑 因为这是事实 我又没有办法反驳他们 所以我难过 我都算了我130斤 我的头跟我的身子不成比例 我就是很胖 所以我不露身子 我只露头 我都跟你说得明明白白了 你非要在我的胸口上插一刀 干什么呢 可以笑了吗 不可以 我就发现那些好看的 永远就是没有人看到 全都是那派的跟猪一样的 丑了一鼻子照片 被人拿出去做文章 你看 罗友山东就找这样 我都是已经 PTSD了 被搞了 你知道吗 要写歌 我吃第一次去 就是直面这件事情 像你们对我这样都还好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戴着这个眼睛吗 是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 客间我累了 我把眼睛摘下来了 然后我前座的男生回头看了我一眼 他说你们眼睛摘得真丑 还跟他同桌说 然后说得很大声 从那天起 我就再也没有摘过眼睛 你们不要觉得好笑 我真是有点想哭了想到这个事情 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照应你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安全感 真的是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会让一个人难过很久的 我觉得就不要随便去人生攻击别人吧 真的不好 你可能不经意的话 真的会伤害人家很久 你还在NPC等在火上就有 那你还老说我喝马呢 我那好多好多外号都是你给我起的 这样子不见得 把你亲直的头发给耗光 让你白白吃饭 臭臭泥 我觉得我好傻 我看以前我真的觉得我好傻 我可能是上当太多次了 我记得之前也是有一个 我给你们说 我还在杭州住的时候 哎呀直播也播的挺好的 还赚了点钱 然后我就想说 哎呀那我要去保养一下 尤其美容院做脸 他说哇你这个皮肤也太好了吧 你的胸部也好大哦 我跟你说 胸部大的人容易得乳腺癌 乳腺增生什么的 今天正好你来着了 你有福了 我们的院长在 我们的院长是专门做这种胸部按摩的 你可以让他给你看看 不收费就是帮你看看你的胸部有没有结结 不收钱 那好好看看吧 啪就把衣服全脱了 那个院长就进来了 还不止他一个人进来 还进来好几个他的小妹 我全裸躺在一张床上 然后我四周围满了小妹 然后就开始就这么打量我 哎呀真的好大呀 是呀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 你知道有多尴尬吗 那一瞬间 哎呀是挺大的哈 我来帮你摸一下看看你的胸部结结多不多 哎呀哎呀 哦呦哦 是这种 哎呀 全部都是结结 太严重了 我就觉得我下一秒就要死了 你知道吧 那咋办 这个得按摩 就你按 它才会消 你要不按 它就会越来越大 然后我一摸 确实有很多 就是里面一些小的硬块 他说你摸你摸 这里这里也有一摸 嗯 确实 哎得马上按摩 你这个得办一个疗程 你这个按两次可能都不行 哎呀你这个不行了 就反正我就是人就是不行了 哎呦 当时我就吓了 哎呦 我说好吗好吗 那就按一下嘛 那我先体验一次吧 他说行吧行了 你先体验一次 但是也不是院长给我按的 那里有两个人给我按 就软我的胸 就从侧面啊 往里面推啊 然后往上面推啊 就这样使劲的按 按的胸部好痛啊 要拿进去看看 看 是不是 更立体了一些 是 但是这个也维持不了什么时间吧 一会就没了 嗯 天天这个样子做 你做一次肯定这样 所以就叫你天天来 天天 越来越挺 越来越挺 如果你办卡 今天这个就免费 哎呦 免费 然后我想说 好 办卡嘛 办卡多少钱吗 一两万块钱 可能按个十次吧 正好你今天来院长也在 就给你申请一个折客 可能一万五 我说我要是不办呢 不办的话 今天单次做的话要三千 哦 然后反正我就可能卡在那 反正就是那种类似的套路哈 就是本来就是想去做个脸的 结果就在那里花了一两万块钱 两三万 我都不见到多少钱了 反正就九万块钱 哎呀 我太傻 现在看我以前真的太傻 怪不得我现在这么会骗钱 都是从以前的人身上学到的 哎呀 小窝 小窝可乖了 他可聪明了 你叫他他就会理你 小窝 你咋了你不太开心的样子 啊 今天没吃饱啊 啊 小窝 什么态度 小窝就是一直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特别让人有距离感的猫咪 他有他的骄傲 这就是他对你最亲近的样子了 就是在你摸他的时候没有跑 其他时间 想看溜溜的直播间 我直播间现在黑咕隆咚的 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就直播间啊 这平时大家会看到的 就赛博朋克 这鬼灭之刃 这下面是光盘啥的 这是之前那个 图马斯特给的那个手柄嘛 但这个手柄 我觉得用起来真的是太舒服了 它那个定制的 就你可以把自己的手柄 各个配件都拆下来嘛 我有时候现在不光打片思思游戏 会用这个手柄 我现在玩PC游戏 我都会用这个手柄 你们男生对这东西 简直拒绝不了 而且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换 所有的东西 因为它当时给的我这个套盒里面有好几套 就你可以定制你知道吧 包括这些十字件之类的都可以换 包括这种地方都可以换 我的3080早就到了 但是因为伟达给我签保密协议了 不让展示 就得过段时间 今天13号是吧 是不是今天允许我给大家看这个3080 我问一下就给大家看一下外观 具体的性能你们比我还懂 这个收到几天了 但是我也一直没打开 我不知道那些让我送给壮壮的人 是哪拍来的戏作 新鲜的3080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后面 这回真是香了吧 为了到时候把包装盒送给扎哥吧 没问题 我还可以把双明车送给他呢 别夸我大气啊 重新再来一遍的话 我可能真的要走艺术路线了 小的时候就上艺校 后来参加艺考 然后才到北京舞蹈学院就读 毕业之后参加到杨丽萍老师的舞蹈团 全球巡演 成为那只最美的孔雀 我之前还练过拳呢 我可是告诉你我可是会打人的 看我这拧 我这胳膊 我这么你 我就这么两下子下去 你鼻子都开花了 你过来 你看的是 智冷吗 智冷是一个太阳吗 还是雪花呀 它就不能写两个字嘛 智热智冷 那你有的时候你这个逻辑啊 太阳的意思是现在是很晒 我以为的是太阳代表的是夏天 雪花代表的是冬天 那我问你水滴是什么意思 我真不知道水滴是啥意思 下雨 开了空调又下雨 下雨 这湿 这湿 湯 这个不能吃多了 这个还是会胖的 就吃一口 嗯 哇 可 幸福啊 幸福幸福 哦好香啊 我的好久没吃了 大家弹幕里老提到一个人叫潘长江 菜菜子原来也不认识潘长江啊 所以啊 我真的去找潘长江去了 说嗨 你能跟我说实话吗 你到底身高有多高啊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穿鞋一米六一 哈哈哈哈 毕宝看灌篮高手学会啥是越位了没 越位是啥来着 我看的时候懂了 但是现在很久没再看了 现在有点忘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安然录个起床铃吧 起床铃 我们现在就给他们录好不好 录什么 他们都在哈哈 那我们给他们录个哈哈哈哈 好录个哈哈 来当起床铃吧 来 来准备 一二三 哈哈哈哈 那一定会醒的 什么叫看了几年审美疲劳了 算了 算了 我也不能拉你怎么样 哎呀 我觉得我也可以成为普团 我叫落团儿 落团儿 因为柳一首年轻人的歌都不会唱 哎 还真被你说着了 有点甜 但那个风格不太适合我呀 有点甜 这 我没适合唱有点ho的那种 风格 在一个苹果 等你从门前经过 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课 像夏天的可乐 像冬天的可可 也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已经约定过 一起过下个周末 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我也不知为何 伤口还没愈合 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 吃瓜喽吃瓜喽 可以去看看烤箱的RAP 他还RAP 他能RAP吗 这个怎么念的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你们好 我是音乐区的UP主Hanser 我要翻唱了这首是 王嘉尔老师的Papio 自己改写的歌词 DJ加布的比特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feeling like a Papillon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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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hting I'll shine like a diamond I feel now 到有宽的方法说得对 在我这一段相聚我也愿意举起杯 面面他不想给你机会先别怼 别急听完这首歌建议还是细细睡 一开口就知道老江湖了 老江湖了 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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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 牛逼 我觉得是后期就来 不然跟你更好笑 有些话可能就是想像是链鱼 他的字盘座 你们就这么坏着他吧 他肯定开心死了 看他的弹幕 这弹幕还是很正常 我以为弹幕都是夸他牛逼呢 我的评论就显得阴阳观笑起来 我发现哈斯就是在有一些 莫名于喜标的地方 无比人自信 傻傻那一天到晚 好了 今天差不多了 今天可以休息了 有什么晚点 我给你什么事